桶莲要调涨价格20到30元不等 而国光更夸张 一口气要涨20到50元不等 旅客一听大喊吃不消了 油价涨得凶 跑长途的客运业者 爱红变野 市占率领先的桶莲与国光率先调涨 桶莲涨幅10到30元 最夸张的是国光 一口气要涨20到50元 来回票旅客就要多花40到100元 如果不涨价的话 要有政府这边的补贴 如果说政府没有补贴的话 那可能我们没办法 我们还是会做涨价的一个动作 因为油价占这个客运业的成本 其实比重是相当的高 涨价不分时段 促销优惠全票三种票种 全部一视同仁 网上加10到50元 以统联为例 台北高雄要涨20到30元 一张票最贵从530变成550 最热门的台北台中 促销票170 全票260 清明节之后 也要微调到190与270 涨幅超过一成 很难接受吧 大家都蛮辛苦的 而且他连续好几个月 已经涨好几次了 60 哇 就一个便当钱 可能要减少吃一餐哦 那以后就不要做客运好了 改做别的 台北到台中的学生 就其实负担有点大 也不是常做嘛 我想大概还可以接受了 但是对常常使用客运的旅客来讲 恐怕是难以承受之重 而短程旅客叫机程车的优惠也变少了 6月1号开始 搭小黄的轿车折扣也将取消 谢谢大家